日本體育大學長跑在世相當知名 每一年學校都會舉行好幾場的長距離比賽 不過由於田徑場內的比賽 不像馬拉松一樣可以自行上網報名 是必須要透過田徑協會辦理 所以2013年的時候 長跑好手張家哲經過一番努力 終於順利參賽 也為後來的台灣選手開創了另一條路 當初是因為台灣長跑經紀網 有一位站長 然後他在日本留學 然後他有參加到日本體育大學的長跑紀錄會 那日本有很多大學都有這樣長跑紀錄會 那為什麼會選擇日體大 是因為他在日本比較有名 然後成績也比較好 所以當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更良性的競爭 讓我們自己可以提高自己的成績 看到了這些枯樹啊 一排的枯樹一直到那邊 春天三月四月的時候啊 他們都會開滿桃花啦櫻花啦 曹淳鈺跟陳佑任透過張家哲的牽線 這次已經是第四度來到日體大比賽 前三次兩人都有參賽 不過12月底的這一場是純女子賽事 因此陳佑任這次只要專心做好教練角色 帶領曹淳鈺跑出佳績 通常我會比兩項啊 五千公尺跟一萬公尺 那他比較 也不是說比較可憐啊 就是他只能比一項就五千公尺 因為其他 除了12月底的這一場純女子有一萬公尺之外 其他的場次 其他月份的場次都沒有女子一萬公尺 23號比賽當天 日體大的女子賽事 共有三千、五千、一萬公尺 這三種項目 總共分成十四組舉行 曹淳鈺將在下午的4點41分 出賽女子一萬公尺 二千、五千、一萬公尺 二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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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八千 小交捕 絶格 一、一、八千、六千、三百度